3月中旬光复乡太巴朗平地建筍开始进入了量产期 台九县光复段两旁的建筍摊林立 光复地区农会除了免费提供帐篷给损农使用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与推广部主管 上午特别巡查访市价格以及贩售的情况 建筍农表示现在建筍产量相当的稳定 分级价格平均落在一台金200到300元不等 也欢迎消费者来选购支持在地的农产 这几天江下的雨水也正式宣告 部落传统农产建筍开始进入量产期 台九县光复段两旁建筍摊林立 光复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会同推广部主管 特别到场查访关心传销情况 农民指出这几天天降干林 平地建筍员摆脱了去年干旱的灾害 今年不论是产量或品质都达到水准 而至于贩售价格 在分级分价之下 平均从每台金200到300元之间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农会今年停办相当受消费者欢迎的建筍响宴行销活动 不过建筍行销推广工作却没有停止 不仅加强广电媒体宣传免费提供帐篷给笋农摄摊贩售 以往在量多低价时收购加工的措施仍将持续 目前我们建筑笋的销售 销售大概因分级好坏 就是200块一斤是200块到300块不等 如果要吃建筑笋的消费者 消费大众 现在吃建筑笋正是最好的时机 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在疫情严峻冲击之际 也欢迎消费者能够选购天然健康又好吃的建筍 支持在地农产业提升农产经济收益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